如果楼房没封顶的话 监管账户里的钱 应该还在监管账户 不确定 监管账户里有没有钱啊 我先跟你说责任太事 刚才行长也说了 如果房子没封顶的话 监管账户里应该还在监管账户 对不对 可以这样理解吧 法律从法律角度上 我现在告诉你了 你现在不是一定要 监管自己已经没用了吧 我现在就告诉你 没有没有 我为什么问题能回答 我为什么问题能回答 从法律角度能回答你了 我现在正在回答 你让我收上 我刚才的问题 你听见了 黄泽听见了 他回答 你再说回一遍吧 谢谢 如果楼房没封顶的话 监管账户里的钱 优众应该还在监管账户 不确定 为什么 不确定 我马上要给你戒指 我马上要给你戒指 你不让我 他全部都让外优娘了 让不让 让不让 监管自己的施永仁伯父 有严格的留乘 监管自己的施永仁伯父 有严格的留乘 好吧 由正周市方官运 颁顾的 监管自己的施永仁伯父 而且还有一个叫 施永喜泽 这两个 完全按照这个 想起的六成 我不再给你说了 说来你也挤不住 你用他就会比较 最后一补 我就给你讲 最后一补 监管自己的伯父 实际上有正周市方官运 资金监管壳 或者是资金监管署 他有这么一个补贝 他们运须伯父了 带奖了 拿出来的东西了 我们作为监管银行 才能把这个钱剥出去 换一句话 我们是请找不赶贯 这个意思很明确吧 如果他们不让我 我们是剥不了了 我们作为监管银行 我们都随便 共用签的权利 这个道理很简单 如果你在这儿信钱了 你如果不给我罚 从我收紧银行也好 从我鬼片板子也好 不给我罚 专长的资料 我作为银行 是不可能 把你账户里的钱 专于任何的提倡方 这个是非常好理解 意思就是你们听众指令 把钱剥出去了 对 我们能扯到 每一专长 都有正楼时发冠率 有券骨贝的人 匹律 匹使 我们才要赚出去 如果美楼 我们是不可能转来 那是未发反对行为 我知道 从法律 你这事从法律角度讲 那要是从实际角度 也是这样 那意思就是 就是是上面的专长 给你个人关系 这个是系列责任 我不敢扯 现在咱们在谁呢 你的领导 你说有个领导所 检官自己摸用 已经成实事了 那这就显示了 违法反对问题了 我检疫 跟这个领导走同 跟公安组本走同 差自己摸用 是否舍弃行事反对 是否舍弃其他 违法行为 但是我们检官运号 是严格按照优称 与区我们 匹律我们 我们才向外转 今天是 感谢观看